大家好 我負責報告我們二年級讀報教育的成果分享的部分 然後在我們二年級團隊所設計的教學計畫裡面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很多低年級的小朋友 家庭環境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他還不太會閱讀那個報紙 所以我們都先決定說 先從認識一個國語日報的編排跟它的內容開始 所以我們十月份的重點在於認識報紙 然後呢 教育重點在認識欄位跟認識標題 以及各個版面的部分 然後在十一月份跟十二月份 我們決定從國語日報第九百 就是那個林楊先生他所寫的同詩切入 然後帶領小朋友從短文開始 讓他們去掌握文章的重點 那一月份就會進行就是同詩訪作的部分 那在認識報紙的部分呢 就會發現其實小朋友他一個國語日報 基本的他有哪些重要的東西 他可能不是非常的清楚 比如欸國語日報的可能標題啊 或者是看報紙的時間 欸就是今天幾月幾日的報紙 他可能不曉得他要看哪裡 或者是一個報紙主要跟在哪幾個部分 他也不是很了解 然後你也會發現在進入教導的過程裡面 小朋友他在念文章的時候 他還是習慣從 古文的閱讀方式是從上往下 他不太能夠理解那個報紙的欄位 所以我們都要先從報紙欄位開始 叫他們由左而右開始去閱讀一篇 一篇報紙的短文這樣 然後到了下個月的十一月跟十二月 就是同思插畫的部分 那在同思插畫的部分呢 在我自己的班上 我會先設計教學簡報 除了同思會結合教學簡報 幫助小朋友去觀察 因為文字畢竟他比較抽象 可是如果可以結合比較具體的部分 可以有作於幫助小朋友 他去理解同思的內容 然後這個是小朋友在觀想簡報的一個狀況 然後其實就會發現 有沒有做簡報那個 我會感覺是明顯的感覺 我有一次如果有做簡報 小朋友那個同事的表現的掌握度就會很好 然後如果說那一次只單純口語敘述 我會發現小朋友在那個同事的掌握度上面 可能就沒有那麼明確 然後我們來看的是小朋友做畫的一個狀況 他們低年級的小朋友還是非常喜歡畫圖 那如果透過畫圖的方法去引導同思的話 其實一方面他們會很有興趣 一方面也可以加深他們的成就感 然後在內容讀部分 我們更一年級就是由G1頭的選擇了式子 可是這個式子呢 我們會先從內容的導入部分開始 讓小朋友去理解說 欸這篇童詩他大概在講些什麼 然後呢讓他們 其實很多發現很多小朋友在讀童詩 或者在讀文章的時候 他只是這樣子念過去 那裡面的重點是什麼 因為這個童詩的插畫跟一般的畫圖很不一樣 畫圖你給他一個主題 他可以添麻形框 所以一添加很多東西 那可是插畫的話 我們就會限制他部分的思考 就是必須要限制在這個主題上面做發揮 這個也有助於他們將來就是寫作文的一個 一個詩毫 上面是主題的散落 那在式子部分呢 嗯 小朋友呢 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只會單純畫一個式子 因為內容就是一個式子 可是呢 如果你去詳究他的內容 其實你就發現 這首童詩他非常的有趣 好 這是小朋友畫的這個彩式的一個情況 那後來我經過實驗證明就是 在我們辦公室會跟小朋友這個相關的燈籠的照片 多給他一些些生活經驗 我會收集一些燈籠的圖片 或是提燈籠的狀況 然後這是一個兩張白天跟晚上的一個狀況 讓小朋友自己去感覺 那個亮度的感覺 你會發現小朋友其實很聰明 這是他們畫的式子 然後整個畫面就會很豐富 因為有給了他一些具體的影像 然後這是下一篇 你就會發現他們會把那個夜晚的感覺營造出來 這是二眼鏡小朋友畫的 然後那個燈籠的感覺呢 式子燈籠的感覺就會很明顯的被凸顯出來 然後呢你就會發現其實他們 他們很會畫 不是有時候都不曉得要怎麼去切入 可是如果你給他的方向是一個很具體 或是明確有幫助於他們做延伸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其實可以畫得很好 這也是班上小朋友畫得多 然後在我們大概10跟11月呢 會大概畫四張學習單左右 這個是打掃 那打掃的話可能就不需要透過簡報 因為最近H1號畫非常的 就是賣力也就是很順 然後呢小朋友每天都在打掃 每天都在消毒 所以其實這個不用透過簡報 你就會發現他們其實可以畫得很好 因為這個是跟他們的生活經驗是密切相關的 你就會發現他們畫得都會很豐富 因為他們每天都在做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圖文的 那個同事的內容掌握度就會非常的很好 那因為我們在上同事的時候會針對他 其實你可以畫很多 可是問題是請你記得要跟主題有明確相關的 不是畫一堆就是跟主題沒有關係 這樣反而整張的圖跟那個同事的內容 可能就會有點點不是很搭 然後這個是小朋友 因為呢桌子會發光 然後玻璃會發亮 然後地板他會亮晶晶 你會發現小朋友他會用他自己的思維 然後去呈現那種亮晶晶的感覺 好這也是二年級小朋友畫的 就會發現他們可能也會結合那個 數學課正面跟反面 所以他們懂得那個道理就是差不多的時候 你可能會從後面去看到他的那個頭部 而不是那個臉部 就發現他們其實有一些觀念就會 比他們之前一年級稍微再要 就是思考的會更清楚 然後透過圖畫的方式呢 我們也可以了解說 他到底會讀懂這一篇同事 他知道那些同事在說什麼嗎 好這個也是小朋友的學習在的部分 離開老大一下 對